首先呢 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这个中国文化的分享的这么一个课程 大家看到我的PPT封面上有一只老虎 对不对 我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刚过去的这个二月份 现在是三月份嘛 在刚过去的二月份是我们的中国春节 所以想告诉大家今年呢 其实是一个虎年 那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我的这个中国文化分享的课堂呢 其实分为三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是神话传说 我会给大家讲一个神话故事 然后第二部分呢 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青铜器 喜欢历史的朋友可能对青铜器有一些兴趣 或者是以前听说过哈 还有最后呢 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个中国的非常有名的现代都市 上海 好那我们话不多说 首先从一个神话传说神话故事开始 因为在中国中国中国的历史其实是非常悠久的 大家也知道我们其实民间有很多老百姓 我们就是想要把一些好的人和事和他们的一些品质去记录下来 那么在民间我们用什么方法呢 我们就会把他们赋予一个比较有神话色彩的一个故事 去编成一个故事 然后讲给可能是小朋友听啊 或者是青少年听 这样的话这个东西就可以传承下去 比较容易嘛 因为大家就像听一个故事一样 就记住了他们身上的一些闪光点啊 一些值得学习的地方 那今天我想给大家讲的这个神话故事呢 叫做大雨治水 OK 所以OK 这个故事叫做大雨治水 那么顾名思义 他主人公就叫做大雨 其实是发生在中国的中部 大概四千多年以前 就是正经历了一场非常严重的洪水 周围的这些房屋啊 庄家呀 都受到了非常不同程度的 这个损坏和损毁 大家知道洪水 一旦是发洪水冲 这个水可以把当时的一些房屋啊 全部都冲塌 对不对 所以这里的人生活的非常的艰辛 所以当时的这个皇帝啊 叫做顺帝 所以他就派大雨去治理洪水 就大雨到了发洪水的这个区域 到了这个地方 他就想啊 他就想我可能要先去学习和了解了当地的这个地理知识和实际情况 我才能去很好的治理洪水 所以经过观察呀 他发现其实很多地方的水路都被巨型的山石堵住了 或者是有的地方河道其实它是宽度是有一些窄的 所以他计划要去做一些疏通 而不是单纯的去搬运一些石头或者是任何的木材去把水堵住 因为发洪水它是一个就向外蔓延的一种状态嘛 他想的不是说去把每一个流水口堵住 而是说去把洪水引入大海 所以他花了很多年去拓宽水道 然后去搭建堤坝 还有开凿运河 而他非常的专注与勤奋 当他这个治水的工程队其实路过了他大宇家门口路过了三次 他都是只是远远的看着 但是也没有说选择回去跟家人团聚一下 因为他觉得还有那么多人因为洪水而无家可归 或者是还到现在还饿着肚子 对吧 所以他非常继续的专注于他的工作 然后把他的思乡之情就放在了身后 而这个过程他其实持续了13年 他才终于把这个洪水给治理成功了 他真的做到了把洪水引入了大海 所以之后在这片土地上 几乎就没有再发生任何的洪水的灾情 然后他也终于回到了家 跟家人可以团聚 所以大家想从这个故事我就讲完了 我们从这个大雨治水的故事里可以学到些什么呢 有没有同学愿意分享一下 有方便开麦的同学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大家都比较害羞是吗 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学到了什么 好吗 首先我觉得他是用科学的方法去治理洪水 他不是说像以前可能顺地也找了其他人去治理洪水 我们大部分人可能第一想 第一个想法想到的就是 哦这里发洪水了 那我要去把它堵住 但是他想到的是用比较科学的方法去治理洪水 他先去了解这个地方 然后再想出一个应对的政策 然后第二点呢 我觉得他勇于奉献 牺牲了自己的小家 为了中原大地这一片大家庭 所以他是一个无私奉献的典范 然后最重要的是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大家可以想一下他坚持做一件事情做了13年 就是真的是他的这种永不放弃的品质 我觉得是非常的难能可贵的 是不是 然后他治理洪水非常成功 顺地呢对他就是印象非常深刻 而且在治理洪水的这个过程中 他其实也得到了非常多的 中国就是当地人的一些支持 所以顺地最终将把自己的这个地位 这个皇位交给了宇 然后宇呢又根据地理的资料 把中国分为九州 所以作为这个新的皇帝啊 他决定建造九个顶 代表九州的所有的这个赋予州长的这个权利 这个顶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啊 他其实是在当时象征了这个权威和权力 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啊 就像在欧洲有很多国家都有自己的皇室 对吧 所以皇室呢 他们的帝王一般都会有一个这个皇冠 这个皇冠呢 就是代表了他的这个帝王的一个权利和权威 但是在当时的呃远古的中国 这个顶其实就代表了这个九州的呃 州长的权利和权威 给大家这样举个例子 可能会比较好去理解啊 我们可以记住这个顶的图片 其实它是有四条腿 然后它是有一个盖子的对不对 那我们再看一下其他样式的顶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四张图片 可以看到有的顶 其实它的设计是有很多不同的样式的 对不对 有的顶是这个三条腿的 然后有的是是圆的 有的是四条腿的 那大家可以看右下角 这边有一个图片 这个是中国出土的最早的一件青铜器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大概是出土在呃 大概是在呃五千多年前 被中国的古人所用的一个呃 是一个刀 然后这个顶呢 大家可能看到这个顶 可想象不到除了呃 它象征着权威和权力 它还有什么用处 顶其实是一种可以用来记录一些呃 大臣啊或者是一些人的丰功伟绩的一个 一个器物 因为很多顶上面大家会发现会有一些文字 所以这个就是用来记录历史啊 记录一些呃 功绩的 然后还有这个顶有大有小 有的可能就是像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盘子 或者碗这么大 所以呢 它也是一个用来呈食物的这么一个器皿 而且呢 你还可以在下边点火 就是在顶的下边你可以去点火 然后可以去热食物 对吧 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呢 它的用途其实也是一个宗教祭祀的器皿 就是根据每一个人 他有不同的社会地位 这个他会在最后啊 自己啊怎么讲 举办这个呃 葬礼的时候 他的家人或者后代会把这个顶跟他葬在一起 其实也是一种身份的表明 就是地位越高 可能跟他放在葬在一起的这个顶的数量会越多 OK 然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 我觉得很很有设计感的一个这么一件青铜器 它就叫做大克顶 我等一下会给大家放一个视频来介绍这个大克顶 但是在播放这个视频之前呢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大克顶有几条腿呢 大家带着这个问题 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视频 好吗 好的 好的 好那我现在就播放这个视频给大家 这个视频其实是帮大家了解一下 就是远古的呃 这个中国人是怎么用这个青铜器的 在他们这个生活当中会用到这些青铜器 这一件大克顶呢 其实是诞生于西州时期 西州是中国的一个朝代 大概在呃 三千年 之前的中国啊 的一个朝代 这个顶 它的高度有93.1厘米 然后它的口径 因为 这个顶 所以它的口径是75.7厘米 然后它重量呢 其实是非常的重 是二百一点五千克 这个大概有多重呢 就是有两个刚出生的小巷那么重 这个顶的名字呢 叫做大克顶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通过视频 这个大克顶上面有一些很精细的雕刻的装饰 那么这些装饰代表了什么呢 这个其实视频里大家可以看到就像是一张脸对不对 这里是眼睛 是不是这里好像是鼻梁这种感觉 其实这个形象叫做滔铁 它也是中国的一个神话故事里的一个生物 大家有兴趣其实可以后续可以去了解一下 这个滔铁的这个装饰 其实是在商朝和西周这两个朝代会出现的比较多 所以这些青铜器的上面的装饰 其实是大家可以看到是非常细致和精确的 就它非常的清晰和美观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其实古代人是非常的有智慧的 能够做出这么工艺精湛的一个 好像艺术品式的一件青铜器 所以呢 这个其实是中国的青铜器啊 在世界青铜器的舞台上都享有非常高的声誉和艺术价值 因为它细节做得非常的到位 через一次 在其他了 大家可以看到青铜器这个大刻顶的内部 其实有很多类似于文字一样的东西在上面 对不对 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呢 我们统称为碑文 所以这个其实是大刻顶最重要的一个发现 大家肯定很想知道说这个碑文上面 其实都记录了一些什么呢 其实他主要就是记录了 做这个大刻顶的人叫做克 那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大刻顶呢 是因为克的爷爷帮助当时的这个周王 做了很多事情 因为就是说所以周王赏赐了克 克想要做这个大刻顶来告诉大家 我因为我爷爷的一些丰功伟绩 所以我得到了周王的赏赐 我再补充一点 这个就是为什么大刻顶其实是顶 顶其实是象征着这个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你想他写了这个 我因为我爷爷的功绩得到了周王的这个直接的赏赐 那其实他就是在向大家去介绍我的这样一个 克自己的这样一个社会地位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觉得对中文汉字如果有一些了解的话 其实你们会看到这个大刻顶内部的碑文上边 其实有很多汉字是跟我们现在用的其实是长的是差不多的 这些三千多年的古汉字其实是保存的非常的完好 所以甚至很多汉字就至今我们现代人还在用 后边可以给大家放几个例子可以看一下 请查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接近于这种比较绿或者甚至有的部分会有一点黑的颜色 对吧 那是因为青铜器的主要材料其实是红铜锡和铅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金属掺在一起的 所以呢当这个红铜这个材料它氧化了以后 它其实就会变成我们现在看的这个青绿色 或者是有的部分比较黑的这种状态 那大家看一下我右下角的这个图片呢 其实这个就是有一件青铜器 它其实保留了它原本的这个类似于金色的这个颜色的状态 所以我们可以产生一个对比啊 可以大家去想象一下 就是在几千年前 其实青铜器整个是一个成金色 非常灿烂的一个颜色的一个状态 然后就像我刚才介绍的 青铜器其实是被视为 代表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一种礼器 而且它其实也是日常的一个奢侈品 可能在那个时候 这些原材料也都比较去非常难获得 所以当你家里有几件青铜器的时候 就说明哇你这个人社会地位很高 对你有能力去得到很多件青铜器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对平民百姓来讲 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东西 青铜器 然后后边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很多青铜器 其实它都有跟现在我们用的一些东西 都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比如说那个顶 其实看起来就像我们现在用的一些大的 比较精美的碗 对不对 所以还有很多青铜器 其实跟我们现在用的一些东西 是有同样的一样的一个用途的 大家可以猜一下 左边的这件青铜器叫做齐侯仪 它大概出现在2800多年前 以前是那个时候的比较远古的中国人 在用的一件器皿 大家可以猜一下 它跟我们今天用的哪一件 这个产品是有一样的用处呢 大家可以猜一下 然后告诉我 它其实跟我们现在的水壶 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倒酒的倒水的 我看到下边容晓龙同学说 对像是倒酒的 它其实是类似于一个水壶 或者是一个液体的饮品的一个 盛装的一个器皿 你可以有更小的杯子 然后在青铜器里边饮酒的 我们叫做橘 所以它可以成了酒成了水 然后再倒到其他的小的器皿里边 然后就可以直接引用了 所以它是类似于水壶 那我们再看下一件 我觉得这件应该比较难猜 我首先放了一个细节图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小鱼 是雕刻的非常精美 它是 这件青铜器其实叫紫重江盘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整个是 这个是它整体的一个外观 它是大约出现在2800年前 这其实是一个洗手池 因为在古代 他们有一些王朝大臣们 或者是说一些非常的 达官贵族 他会行一种洗手礼 也就是说他手会放在这个紫重江盘上面 然后侍女会倒水在他的手上 然后他就在这个紫重江盘上方 他就会洗手 然后这个水流过他的手 然后紫重江盘就会接住这个水 所以它也是一件 用作洗手礼的一个礼器 是不是没有猜到 这个是比较难猜 下一件我们再看一下 这件应该比较好猜了 这个文胡呢 是出现在2500年前的一件青铜器 大家可以猜一下 它是它的用途是什么 对比我们现在生活中的一些 用具 这个比较放酒 对 是放酒的一个酒壶 也是一个成酒的器皿 这个相对来讲很容易猜 对不对 现在跟我们的一些 其实装酒的一个酒壶 其实长得已经非常像了 然后 OK 这一件叫做王志鼎 大概出现在2200年前 这个应该比较容易猜 我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过 鼎都有什么作用 是不是 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个其实这个鼎 王志鼎就是用于我们今天的 类似于锅或者是大碗 涮火锅 应该也可以涮火锅 据历史记载 应该在很久以前 就是中国人已经开始 涮火锅了 在一些中国这个中部的地方 好 OK 那我们回到大客鼎 其实大客鼎是上海博物馆 一件非常有名的这个展览品 然后 欧洲的朝代 如果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 现在在这个青铜器历史 历史里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展品 期待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真品 就在上海博物馆 那我们说到上海博物馆 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 这么一个知识点吧 就是上上海博物馆 我们刚才看了那么多顶 对不对 有三条腿的有四条腿的 大家看这个建筑 其实就是上海博物馆的一个俯视图 从上面看上海去俯看上海博物馆这个整个这个建筑 大家有没有看出来 它其实看起来就非常像一个有四条腿的一个顶 对不对 所以它上海博物馆本身呢 就是受到这个顶设计的一个启发 也是一种相对来讲是一种缅怀和致敬吧 我觉得 因为它在这个历史的长河里 中国的这个青铜器有很多非常有名的顶 出现慢慢陆续在出土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正式图 就是已经非常明显了 这个是上面的可能一个把手 然后刚才我们俯视图看到四条腿 就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设计 对不对 就是相对于很多现代化的建筑 是非常的看起来非常的现代 对不对 但是作为一个博物馆 它的设计就是源于历史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上海去参观一下 可以像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 可以站在周围的这个高楼上去俯盖一下上海博物馆 看看它顶上的这个设计 能不能想起来今天杜老师给你们介绍的这个顶 那我们说到上海博物馆 我们就说到了上海对不对 上海是一个 现在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听说过上海吧 听过 是的都听过吧 都听过吧 也看过上海去就是在电视里面 在电视里看过上海去 那你可能对上海的一些地标型建筑 也都非常有印象是不是 那我给大家 今天简单分享一下上海的一些基本知识 上海其实是坐落在中国东部的海岸线上 大家可以看这个中国的这个地图啊 我标星的这里其实就是上海的位置 然后上海呢 其实现在已经成长为一个全球的金融中心 然后它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大都市 大家可以看一下左边这张图 它其实整个这个地区有非常多的 非常有名的酒店 然后MNC就是全球几百强的这些大公司 都选择落地在上海 可能都都有分布 然后这个区域叫陆家嘴 大家可以以重点看一下 陆家嘴最高的这一个 其实就是上海中心大厦 它的建筑高度呢 有632米 约等于31棵椰子树 叠在一起的这个高度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非常高 然后右边呢 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 有一个粉色球体 可以建筑设计的这一个大厦 它其实是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 还可以看一下这个 就是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 然后虽然上海我们刚才看了 有非常现代化的一些区域 但是它还保留了很多非常有历史特色的一些地方啊 或者是景观啊 比如说这个 右左上角的这个图 这个叫做靖安寺 其实它的设计就非常的古风的感觉 对不对 其实也非常漂亮 然后右下角的这个地方呢 叫做城隍庙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的小店铺啊 如果大家去上海的话 可以去这边逛逛 有很多的特色的小吃呀 或者是一些中国比较有特色 比较古典的一些设计的一些工艺品啊 这些 那么今天就已经到了我们分享颜课的这个尾声了 我放了一些链接 大家有兴趣的话 课后可以去查一下相关的资料